今天讲 IDENTIC关于 就是它的一些 内建的 资料形态的验证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屏幕跑掉了 这次给的那个文档里面呢 其中有个GB Notebook 只是单纯只是给迎接的 是他可以参考的文档 那他第一个 就是他bill-in的那个形态呢 是positive-vintager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写你自己的 就是说关于证诊书的一些检验 他会帮你写好 他是一种 他怎么用呢 他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从pidentic里面去import它 然后其他的写法都一样 假设我们这里有个例子 就是circle这个类 他在center的部分的话 他是一个tuple 是放两个integer的 那radius的话就用这个positive-vinteger positive-vinteger 他这边都有给预设值 然后所以 因为有给预设的情况下 他的实力化 不带参数的实力化的话 就是要默认的固件 那你在实力化他的时候呢 就是要follow他的限制就是了 如果 这边给0.5的话 因为我们 严格限制他是要是整数 那或者是 这个半径呢 要是正整数的 如果是并领的话 三个地方都会报错 就像他写的这样 然后他 如果 这是类的 这是类的那个 property 或者是netzer 反正你把它印出来以后呢 你会看到他的属性 他有一些annotation 有对的 注解 注解 然后这个annotation 他说后面应该会 会讲 square the length就对了 square the length的对象是0 就比0大 然后他说这边有讲 他说后面 他后面应该是有 用annotation跟thread的 就可以定义这个 positivinager的方法 不过呢 在这件事情 做到之前 反正 我们已经有 这个positivinager 这个 这个算物件吧 物件可以用 那第二个 他介绍的 就是constrained list 就是一个 列表 但是 他可以 这边最 他用到的是 长度 他可以规定他最小长度 跟最大长度 还是刚才那个circle的例子 只是这次呢 如果我们是要 比如说我们的 中心点是一个 两个元素的touple 如果我们要在 三维空间的时候 我们 可以让我们的中心是 中心点是一个三个整数的touple 这时候呢 这种写法也可以 就是 或 或 就是形态是两个整数的touple 或者是三个整数的touple 用个或 这样可以 给个木认值0.0 违反一条他就po一条 然后 因为他有的是两个元素的 他就说 哦 就是touple 需要两个 这多两个元素 而不是四个 然后 然后 这边有一条是说 要三个元素 而不是四个 所以 他 报错的方式呢 就 就会有点 不合逻辑 所以他就介绍这个 constrained list 就对了 那constrained list 怎么用呢 嗯 就是这样 他就说 他是一个method 就对了 那他的建构就是 他的形态 不是他元素啊 这有点像呢 就是 D type就对 D type就是 元素的形态 要放的是indigent 然后最小长度2 最大长度3 然后 莫认值给00 那他这一次呢 这次是个list 这边是个list constrained list 就对了 但是呢 呃 说是这么说 但是你如果啊 你如果还是给topl 的输入的话 他是可以帮你coerce的 就是可以帮你修正的 嗯 好 但因为我们这个 半径的部分 有默认值啊 所以 他不是required的 就是optional 所以他 我们建构的时候呢 用一二 好 两个维度的center 是可以的 当然三个维度的list 嗯 也可以 也可以 嗯 嗯 那如果是四个的维度的时候呢 他报错就很合逻辑了 他说说我们最多三个 而不是四个 就不会有刚才那个两个也报错 三个也 对不对 两个也报错一次 三个也报错一次那种 好 那这一个的也是报错啊 嗯 然后就说至少两个 嗯 刚才是至多三个 现在就是至少两个 至少在 好 报错的逻辑上都很 就很符合 就是 嗯 然后他这边有讲他说即便你center 有些东西正在改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正在弃用 可能是一种写法上的 嗯 改变就对了 那很多弃用的东西呢 嗯 就不要去用他就是了 嗯 然后他就是他这边有一个之前弃用的是 就是说 就是说 嗯 唯一性啊 就是说元素可能不能重复之类的 唯一性 那现在被拿掉了 被弃用了 然后他的建议是说 你用set去取代 那老师对这件事情是颇 颇有维持的 因为他说 嗯 因为这个是list的 是order的 是有顺序的 但是set本身没有顺序 那如果你 对顺序没有要求的话 那这建议是可以的 好 再来第三个讲到UUID UUID实际就是 就是给一个物件 一组ID就是了 嗯 然后也是 嗯 就是你要从UUID 去凭破UUID4 这个东西 那UUID4的实力呢 是给出 嗯 一组 就是UUID 反正 反正 里面是很长的字串 反正 有UUID物件 好 那 Buydenic里面呢 也有UUID4 就是 拨进来以后呢 把这ID这个栏位呢 就用这个UUID4 这种形态 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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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ID.UUID4 这个 就是 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在 嗯 它这个东西啊 它这样写的话 嗯 嗯 还OK啦 因为你看 它这边 OK 就是 它这边 嗯 只是 就是 就是 用UUID4呢 产生一个物件 那 Dumb 建构就是了 这OK 然后 它把它 D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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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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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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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看到它UID是一個物件 那當成JSON的話 JSON沒有那麼多物件形式 他也認不出UID這種物件 所以它是這個的字串 它是從裡面去抓到這組字串 代表這個UID 它是這組UID在JSON的表示式就是了 但是它在類的建構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ID 剛才那個沒有錯 就說ID是UID4 這個類型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等於它是給默認值 默認值的話 它是compile time去分配的 所以它就變成 它在compile time的時候 就已經把UID4的這個物件 就是說已經實力化 然後assign給UID4 所以這時候有個問題 之後你怎麼樣去實力化person 這個物件呢 它分派到的UID都是同一個 同一組 因為它是compile time去做這個 UID4的實力化 並且分配 所以變成 所以變成這樣的話就失去它作為 部件ID的功能 所以 正確的寫法是 是後面的 但是它這邊呢又提供 就是說如果你 你給默認值 這個以前我們有講過 就是說 Python在默認值 assign的時候也是compile time去做的 所以這種寫法 所以這種寫法 跟這種 就是這種 寫法的犯傻的 就是說 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不管是 默認值是 它的實力 或者是它直接默認值是它的實力 這種 兩種寫法 都會導致 compile time 就是實力化 對於UID就是了 那正確的寫法呢 它其實是 要這樣寫的 就是它 它D4的factory是UID 它是 它是一個 UID的 算是 位置 其實它的位置就是它 代碼的所在 就是 就是它執行的那個個體 所以你給它一個 小括號的話 那個時間點它才會實力化 所以 D4Factory就是 可以產生UID的 位置是這個 它是用這種D4Factory的寫法 等到它要 實力化的時候 這個ID 底線才會去 去做這件事情 才會去分配這個東西 才會去實行UID4 括號就對了 好 這樣就沒問題了 接下來講日期 日期比較麻煩 然後他說Pythetic裡面呢 有很多跟日期有關的 那種類型 就說它可以幫助你去 限制它的資料型態是過去的日期時間 或者是過去的日期 或者是 有意識 有 帶有 時區意識的時間 日期 或者是 沒有 不帶有時區 意識的時間 跟日期 我覺得這四個 因為 好像是昨天吧 應該是昨天 那個 Python 也是 也是 也是這個講師 它的那個 就是 它的 剛好有在講日期 對 對 所以 所以 覺得日期 是一個 蠻複雜的東西 蠻複雜的東西 這麼說 就是Py 就是Python 來處理 它用的 這個 套件 好 那daytime.now的話 就是 執行當下的 時間點 然後 減掉 一個小時以前 那這 這運出來就會是 一個小時以前 那我這個程式是 剛才 八點多跑的 所以一個小時前 是七點多 但是 如果 我 就是 因為我的電腦知道 我是在 加八的時區 就是 就是我們這邊加八嘛 所以如果 我 就是 賦予它 我把我現在的 這個 時間 賦予它 就是把它轉成 Utc time Utc time 其實你可以這樣翻 Utc time 你可以 當作就是 那個叫什麼 格林位置標準時間 就是 就是 格林位置那個時間 就是 這個地球這個時刻 等那個時間 就是在 格林位置的時間就對了 就是 就減八就對了 所以 19減八就是 11 11點 現在大概現在 大概是他 約12點 左右 對 我就是估計 這是一個小時之前的 好 然后这个时间是 就是加这个的话 它是可 这个时间是UTC的 就可识别时区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本来是我电脑这边的时间 如果我没有跟他讲 我没有叫他转到那个UTC区的话 就是我本地端时间 你如果不加时区的 本地端的时间的话 你都可以视为 哪一 对 就是你没有要 那跟别的时区的时间 去做交互认算的话 你唯一的 就是说你拿本 你自己电脑本机的时间的话 你基本上不用去考虑 时区的转换的时候 你都把它当满意粉 有处理就可以了 好 UTC 如果你把UTC的那个 它是那边的11点 对不对 那边的11点 但你如果把Time-ROM 有没有 又把它设成没有的话 就你强迫 把它变成那个 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这个11点 这个11点呢 它就没有时区概念 所以 所以它是UTC的拿衣服 一个小时以前 可是这个UTC UTC的时间是11点 可是现在因为我把它的时区拿走 所以它现在还是11点 但是是我本地端的11点 这时候呢 你就不要跟它扯UTC 反正它已经 就是说它只是那个时间点 我拿这个时间点 我的本机用就对了 你这样想就可以了 好 那这前面只是谈这种的 就有一些介绍而已 可能还是有些人会 可能我也有理解错误的 就是这样了 不过遇到再说 但是讲回它这边 它就说 我的这个栏位呢 一定要是过去时间 就是我建构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本机 就是此刻以前的时间就对了 好 所以一个小时以前的时间 本机时间的话 是可以通过的 真的有问题 所以我这放进去的话 就是这个19点这里 是OK 然后你UTC时间的话 因为它这个UTC时间 它是aware的 就是说它知道它是 它是 格力位置11点的时间 然后换算成 我这个时间 本机的时间里面 是19点 所以它也是pass time 所以这也OK 这也没问题 所以基本上 这都OK 那我们来看那个nave time 这边 这边没有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想 因为这个是 它这个UTC拿neve time 它先变成11点 但是又 如果又把它那个 就是说 它那边的11点 拿过来我这边用 就变成我这边的11点 因为我这边是加8 所以调整过去的话 基本上它不会报错 但是如果是 老师那个时间 它如果是在美西的话 因为你知道 美西又在 就是伦敦 就是 格林威治 它是 它是减的 我们是加的 所以 它如果减过去的话 这个它可能会报错 我们不会报错 就是了 对 好 那我讲一下 nave time 就是说 我规定 这里面的要是 就是你不能带时区的 你如果给 就是说 就是有时区概念的话 它就等于 它就要报错 就是 它限制 你不能给 那个有时区概念的 像这个 带了一组 它很明确知道 这个时间是UTC time的话 就是格林威治的 这个时间 它不是这个时间 有什么问题 是说 它输入 它就不允许你 带于时区的 它就 可能 它的那个 reference 可能就是要放在本期就对了 好 那 比较合理的做法 其实是 aware day time 或者是 你尽量去 先讲 它的目的 只是要让这栏位 是 就是 你所有的时间 都是肯识别 时区的 或者是说 把时区概念都要带进去的 每笔时间资料都是这样 都要讲明你在哪个时区的 就是 贪重的那个 要付出的就对了 如果没给的话就报错 它在后面 其实林林总总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主要是那个时间的运算的话 时间运算 不会很可怕 比较可怕的是 不同地区的时间运算 所以它的建议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先把所有 就是说 各个是 每个地方 不管你从哪里输入 你都先转成UTC 全部 大家都用 隔离位置时间 就是先转成隔离位置时间 去做运算 我这边讲的隔离位置时间 其实 应该就是 你就把它当 UTC 探结好 我只是用那个地点 就是说 去解释它 然后呢 运算完以后呢 你再 你再转回来 你看你是 哪一个时区 要用 再转回当地时区的 时间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就是 你再转换跟处理 因为它这个有顺序性 它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 不照这个顺序就对了 你如果先 先处理再转换 或者先转换再处理 它问题会变得很复杂 网络形态的部分呢 首先呢 要记得就是 email validator 这个要去install 这在讲师的课程 一开始的时候 它有给一个request的 它requirement.tst 照着那个 装就可以了 但如果没有 没有装的话 就记得要 用这个email validator 因为我这么讲 是因为我 我跑的时候跑不出来 原来就是裸腿装 好 那 网络形态主要就是讲一些 这边讲一个email stream 它是用来帮助我们验证email address的 这边email stream 然后呢 它可以帮我们判断就是一个正常的email长得应该是像什么样子 如果有错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没有 那个domain 点什么的没有给 所以它就要搞错 好 那它是一个物件 所以它有自己的栏位 比如说名字 它可以把它拆分 每个部分都有每个部分的名字就对 那这边呢做两个序列化 我说了它通常会序列化到json 然后这次反过来就是反序列化 然后它后面还有介绍neurl 这neurl很厉害就是你给它一组 它甚至不一定是网址 它这个它skin就是这个计划 这边的计划就是在这边的话是http 它就会把这个pore的 它就把它pore是443 如果你这边是http 它是S的话是443 这有加密的 不然的话http的话 在这边我记得好像是80的样子 如果是ftp的话 它就是多少 没有印出来 我们记住了 反正它 就是说它的protocol 每种鞋定的protocol它走的call 其实有固定的 所以 就说当你给它一组这个的时候 它其实它会分解到它是什么protocol 要干嘛用的啦 那这是加密的就是说 就是一些hypertext的就是传输就对了 然后host在哪里 然后path是什么 crui crui就是 声音 各位应该不会很熟 咱们问它后面的那一串 pore的 pore的我说的跟skin有关系 username password 就要看它以后可能 加进来 在这边没有 这边都细节啦 就是 老师讲的 如果你觉得 就是它怎么讲的 如果你觉得 不了解 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还没用到它 我的case就是这样 所以像是IPv4 什么IPv6 我大概知道 但是 没用到 所以没什么感觉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好 感谢FY兄 大家应该没有补充吧 没有补充 我先把录影站停掉